如果说要把刚刚的做颜色 特别注意你这个地方 我们原来是用什么用entries 直接去取得 这个entries是去取得什么 取得那个我们的 阵列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要把它先删掉 那不能用它的为什么 如果你用它的话 你载入的那个范本 就是画面上的上面的样子 长的样子就不能重新制定 它变成固定了 它就会给你一个预设的样本 去显示这个清单的 也就是颜色没办法去变更 那如果你要颜色要变更的话 变成你要去手动 去取得 这个资料 要手动也就是说呢 这个资料呢 我们不能直接用选的 我们要变成用那个 去用程式存取它 那用程式存取它之前 我们有存取过那个 String 的经验嘛 对不对 不过String 的话比较简单 用什么 用GetString 有没有 就可以把里面的值抓出来了 但是呢如果在 在我们这一题的话 就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它是个array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array adapter给它 也就是这个array adapter 实际上就是 这个adapter就是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就是说呢 把相关的资料 放在这个adapter里面 再丢给Spinner Spinner呢 它才会 去按照你的 这个显示方式 去把资料 里面包含就是说 有那个资料 跟什么呢 跟这个 它的样本 就是要怎么样去秀 秀这个东西 会照它的方 照这个我们指定的方式来改变 那这里的话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先把entries里面把它清空 第二个的话呢 在城市里面要补三行 哪三行特别重要 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 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建立事件 在FiveView把ID之前 这个地方我们是 在建立事件 事件之前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说呢 先建一个array adapter 我放在这上面好了 array adapter 那这个array adapter 这个是一个 一个范形物件 这个范形物件就是 我要放 因为它不是 一个一笔资料 一个资料 而是 它是多笔 那多笔资料的话 在java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范形物件 这个范形物件可以放清单的 放清单 那这个清单里面的话呢 我要放什么 我暂时不指定 它是什么资料形态 我给它一个问号 所以特别重要 范形物件 我想各位在那个java里面 有没有学到 范形物件这个东西 基本上呢 我就放一个array adapter 特别注意 array adapter也要把它做 汇入动作 这地方array adapter 是指是在那个android里面 有一个微举叫array adapter 那名称的话呢 我叫做adaptor adaptor里面的话 后面部分 我就给它一个array adapter 后面这个部分 我就点一下 点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 其实你只要记得 就是我要建的是一个array adapter 里面要放什么 放资料 那放资料从哪里呢 create 有没有看到 create from什么呢 from resource resource 指的就是我们的支援档里面 支援档里面不是有个stream吗 stream里面 那enter过之后的话 第一个它会跟我们要三个东西 其实就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的画面控制器 那这个部分因为它没有像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dialog 那个对话方块 它必须要跳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它跟toss很类似 所以呢 我们直接用什么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它会自己去抓到说 现在的activity是哪一个 主控的activity是哪一个 所以选这个就好 第二它问你说呢 你的那个什么呢 array的resourceID叫什么 那其实就是什么 r.array 有没有 点什么呢 array之后的话 等一下再一次 这地方后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取得画面控制器 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 你的 这个资料来源在哪里 那就是r.array 就是我们自传支援档 然后点什么呢 点ball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是你现在自传在哪里 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呢 它会问说 诶你的 样板 所谓的样板就是说 你外观要长什么样子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再一次 这个地方 如果在输入法 常常就会跳 又跳中文 ok 有没有 那它有三个问题 第一又 互动师来填 第二个的话 你打一个 大r 大r之后的话 打一个 array enter过 点一下 再来的话 点ball就可以了 那逗点后面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什么呢 tstview view 所谓的view 就是你的外观 长什么样子 那多半 我们 刚开始都不会自己重新设计 我们用内建的 android有内建的一个范本 那那个范本名称 恐怕各位要稍微记一下 那个范本名称 我讲过啦 你只要是范本名称的话 开头一定是什么 是android开头 所以你打的话 其实非常 也不难记的 但是就是开头 你就记得什么 android 点 点之后的话 有个大r 也就是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个resource档 enter过 然后点 点之后的话 它里面找一个layout layout就是我们的view的版型 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版型 那版型部分的话 再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倒过来选 在最下面这边有个叫做 simple的什么呢 就是针对那个spinner simple spinner item的选项 这个就是我们的版型了 那你会想说老师 那这个版型放哪里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内建的版型很好找 其实我们可以 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红色的话 其实就是改这个版型就可以 但是你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版型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 你要把这个版型放到我们的专案里面 然后去修改颜色 其实颜色就变更了 OK那在这个地方只有建一个adapter 那这个adapter里面的话 你还要去设定什么 下拉 点下去之后的 下拉之后的那个 点set 你要set什么呢 set它的下拉时候的 有没有 下拉的时候 下拉不是 就点下去不是会有一个清单吗 那个清单要长什么样子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范本 所以他也会跟你要那个范本 那范本名称的话 一样 一定是Android开头 点 大R 点 点的要 一样是得要 不过它是drawdown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点下去之后 也是倒着选 选最后面 往上 找到它是一个叫simple 有没有 spinner 有没有 开头 其实就是 这个drawdown的item 这个enter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样式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的话 最后特别注意 还没有结束 还有 一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后一键 因为我的adapter键好了 那最后要告诉他说什么 这个adapter给你用 所以呢 你就要什么 setAdapter 然后呢 adapter名称呢 就是这个名称 最后就结束 这样才完成 所以 会有三行 那比较困难的应该就是 应该建一个这个array 后面特别注意就是 来源 你的资料来源 就是你的array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范本 这个也是范本 所以呢 如果要变换颜色的话 主要改这个 其实这样完成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起来 就会跟刚刚的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呢 刚刚是由entries属性去取得资料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 由我们手动去取得资料 那等一下再来讲就是说 如何去 变更 这个的范本 来 变更那个 我们清单里面的颜色跟字形大小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Spinner之所以会这么麻烦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相关的属性 可以直接修改 所以必须要怎么样 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然后 然后 它的问题 当然 就最近 我知不知道 没有